开工好几天了,总是干不了活 原因是车间的店没完没了地跳 也不知道谁搞的鬼 一盒都马上敲 现在是一会就跳了 多长时间了这个过程 以前这个都不是鹿宝是吗 以前这都不是鹿宝 物业撞了鹿宝,我们也撞了一个 就是先撞我们的炸 撞我们的炸,以前就撞到了嘛 以前没有,以前没有不跳 应该是零线接地了才会这个样子 但是这些怎么太多了 怎么看啊 一路一路是 都拆,一路一路拆,一路一路是 这一次量地 嗯,有 应该是全断开了 嗯,漏电呢 就是漏 这个是哪一股漏电呢 对对对,现在就找哪一股漏电 找到这个漏电,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或者说是现接错了 都可能性都有 一路一路拆啊 首先呢,是不是得怀疑这边呢 这一根是往那走的 再踩 啊 什么事 就这样就行 不用动的 还是漏 继续拆吧 是没有接错线的 这个呢 再一个 可能性大 跟着转了 不要紧 你抓着 哎 这个的原因 嗯 这一路的原因 摸鱼是吧 这一路 摸鱼 这一路是吧 对呀 你不是说一送这一路的跳 应该是这一路 这一路就找这个电缆线就行 行 就找这个电缆线就行 走 啊,这边还有配电线啊 都拉下来了 对,拉下来了 这边 地线 零线 好 看颜色对 看颜色对 那就测一下 零线对地 也这么厉害 这两路有 在这里有一个 看看有没有 好了 这一路 这是个地线 这是个地线 地线接零了 找一下这个设备 找一下这个设备 这一个 嗯 这一台是吗 这一台没用 这一台没用 那就这一个 那这个这个 现在来的洗床 然后这些洗床 它用不了 它用不着零线 洗床用不着零线 它有变下气 那这个地线 它用不着零线 那个 这是个地线 啊 地线 恢复 这些都可以送 那你刚才来的时候啊 嗯 就是把这些都送上 然后就跳嘛 等一会儿这一句就跳了 好了 啊 没问题那边 这样 这样我就暂时完成了这次电路的检修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可以开了 那边在开机器 我看跳不跳吧 再跳我就收不过去了 就是跳的这一个 一直跳这一个 300毫安的漏电电流 电扎的额定电流630安 原来400安的跳 换成630的还跳 总扎下边这些分电路 小电路 都断了 都没通电 这是一个新装的电路 都是新下的电缆 就是为这个机器 专门拉了一路电缆线 装了一个漏电保护器 这个设备是焊钢网的一个设备 就是电焊机 它里面是几台电焊机 用的是380伏的电 就是一台焊机 要用两根火线 新的全新的设备 它这焊机可以调电流的 就是焊的钢筋大小 可以调电流的 是通过这些可控硅来调电流 现在是接上电以后 这些焊机小电流的时候不跳 就是焊小钢筋的时候不跳 但需要加大电流焊粗钢筋的时候 它就会跳那个漏电保护器 这头是输入看一下输出 输出 这个东西叫学名叫什么呢 输出一个低电压 这是不是就是电焊机的原理 这个铜棒把两极短接 把这个钢筋焊在一起 它这个铜棒是和设备是通的 看一下一个表比插设备的外壳 另一个表比来测量这个铜棒 它是通的 也就是说这个铜棒是接地的 也就是说在焊接的时候 它有一个电流对地放电 按照焊机的原理这种影响不大 因为它焊小钢筋的时候没问题 焊大钢筋的时候它就跳渣 所以这种现象我认为是误调 而不是设备真正漏电造成的 这个是不是和它的漏宝选行也有关系呢 接地 从设备上焊了一个钢筋 然后这个钢筋连到了厂房的钢结构上 我掐了个钢筋 我看它设备开的时候上面有没有电流 电流一加大就跳 现在还没跳 一会儿它就跳 有漏电电流 刚说完就跳了 这个怎么办呢 我见过很多大型的电焊机都没有用漏电保护器 或许它的选型不对 漏宝电流没问题630安 其实400安也够 漏电电流300毫安 可以整个500毫安的 有的漏宝可以调 可以调电流大小 这个300是不是小点了 还有下面是个时间 小于零点一秒 还有延时的 就是时间长一点的 就是不那么灵敏 当然也不一定说就能好 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这个与电流没有关系 630够大了 那就换个空开吧 其实我们还尝试了 把这一个变暗器下面所有的电路 正在用电的电路 全拆掉 然后全断开 拆掉 滋留设备这一路线 就是整台变暗器就带着一路线 排除其他电路有漏电的干扰等等 就留这一台设备的主线 先把电送上 先送隔离开关 应该是把门关上以后再送 那要更安全 关上门 然后再送大断路器 单开着一路 还是不行 电压没问题 410伏很正常 400多伏 开起来电压还是很稳 这一台变暗器带着一个设备 一点问题没有 和电压没关系 那和什么有关系呢 哎呀各种原因都查了 最后换个空开吧 先换一个空开 他还着急干活 把电流调到最大 用粗钢筋 那看一下这个时候电流多少 掐上前行电流表 看一下瞬间电流 那焊机还有一台没开 电流 200多安吧 最高300安左右 问设备的厂家 厂家也不建议用漏电保护器 所以有懂这方面的师傅 可以给解释一下 好了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